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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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陆讲 这支影片非常特别 要带大家到日本的山阴山阳地区五大县 岗山 鸟曲 岛庚 广岛 山口 每个县市都各体验一样 当地的特色文化分享给大家 那这一次呢 我使用的是 JR West Solo LUPAS 山阴山阳铁路周游卷 价格非常的优惠便宜 是只有外国人才可以享有的 特别铁路优惠哦 大家可以事先在JRWESTOR ONLINE TRAIN RESERVATION预定 抵达日本后出示预定的资讯 护照就可以在售票机领取了哦 售票机也有繁体中文 大家可以很轻松的使用 那就跟着我一起前往这次的第一站 钢山吧 嗨大家 那现在我们已经来到钢山 那我们来到钢山 这次要进行的是 踩水果体验 听说他们这里的水果非常的好吃 所以超级期待的 那我们就赶快走吧 他们这里的大自然 有没有超级丰富的大家 岡山的葡萄是晴的国家 非常甘酸和美味的 所以哪里都非常有名 那我这次决定要采这一大串 这个是刚才他们农园的人推荐我采的 说这一串呢 感觉最大颗然后也最多 哇我是第一次这样采一整串葡萄耶 好大啊 这么多颗 那大家看到这个小纸盒呢 是他们农园提供可以装葡萄的 整个这样带回家好可爱哦 颜色也是跟这个葡萄也好搭 那他们这里的生姜葡萄全部都是 无子的 我自己最喜欢吃无子葡萄了 虽然日本的生姜葡萄非常非常的甜又很好吃 但是真的很贵就是高级品 平常真的不容易吃到 但是在钢山这个地方大家就可以这样带一整串葡萄回家 那还可以在这里吃到一大堆圣香无子葡萄 它的葡萄好甜水分好多也很好咬 皮也可以直接吃超方便 不用剥皮又不用吐皮 大家看我咬一半它是有多么多汁 那他们这家农园还有卖双麒麟 有非常多的口味呢 他们推荐我这里最特别是他们的Premium 他们这个双麒麟呢 他们说里面呢有桃子的果肉 还有一片桃子切片 他们说他们这家农园其实最有名的是桃子 那桃子的产季差不多是在六月到八月中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这里吃看桃子 我吃到果肉了 大家看这样随便一挖里面都有果肉 然后我觉得它吃起来有一点点的优格的味道 比较像桃子优格还蛮特别的 日本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卖双麒麟 那像这样子有果肉的其实真的不多 大家如果来的话可以吃吃看 这家农园附近真的全部都是大自然 那刚才也有看到非常多日本其他地方的旅客 他们说他们都是特地来这里吃剩香葡萄的 大家如果到岗山有机会的话呢 也可以来吃看他们的葡萄跟桃子 那再给大家看一次我今天采到的葡萄 我把这个带回去文档一定很开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大家请来 台湾的皆さん是本当に遊びに来てください お待ちしてます 结束岗山县的体验 下一站我们来到的是鸟曲线 要体验的是盒子灯制作 日本的盒子灯非常知名 这一次真的非常荣幸 也很期待可以体验盒子灯制作 好那大家我们现在来到鸟曲线 那这一次体验的温西亚卡也是比较现代风一点的感觉 感觉可以放在家里 那欣乃基さん他现在说要帮我点灯看看 用灯的感觉来选 看要贴什么样的花样 暖色系的 啊温暖色系的 我之前做的东西是台湾的购物购物 啊对啊 推荐了 那我们现在要剪这个形状 老师说我们剪的时候呢 要剪比我们画的这个形状还要再多6毫米 这样子的话才可以确实的全部都贴上 老师刚才问我说想要什么图案 我说我想要这个花 老师说应该这里比较好 因为这里有绿色然后又有这个花 老师还会给很多专业的意见 老师好温暖 我刚才其实没有贴好老师说没关系没关系 我帮你用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算你做好A面 老师说先来照等一下看是什么感觉 哇 漂亮 好漂亮喔 老师还开了切梨子跟我们吃超可爱的 现在老师在帮我做最后的修正 马上来点灯试试看 哦我好喜欢这一面哦 我喜欢这种很和风的感觉 Tanika 哇 admittedly Oops ertos scares 神仹 Del 像这样 determination 耶我的侧仙们做完了 好漂亮喔 反而可以把他放在家里当摆石 如果你有玩鸟雀体的话 也可以来玩他们的外侧仙们 照仙别一小时多一点时间就可以做完一个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也是一般比较不会有的伴伴 大家推薦給大家 台灣的各位 請來遊玩 移開鳥取縣 下一站我們前往的是島根縣 體驗松江護城河游覽船 松江城又被稱為水都 游覽船也是這裡知名的觀光景點喔 好大家那現在呢 我們今天來到島根縣 那講到島根縣呢 大家可能會想到是出雲大社 但是除了出雲大社之外呢 他們這裡其實還有其他 就非常非常推薦的觀光 那他們島根的人呢 跟我最推薦的體驗之一就是這裡的 松江傑川游覽船 我們可以坐的船邊游覽松江城 整個是比較復古的感覺 我自己也有上網查一下 超期待的 那我們就走吧 他們島根縣的這個吉祥物超可愛的 不知道之前哪裡有看過 對他印象還蠻深刻的 那這一次要體驗的松江傑川游覽船呢 已經舊航25周年 哇非常的有歷史 那他們自己的船單也有各國語言 建議大家在坐船之前呢 可以看一下船單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搭的小船 哇 哇他裡面還是鋪有點像榻榻米的感覺 由於當天是和其他遊客一起坐船 我不方便拍講話的片段 所以這裡就用旁白跟大家做說明啦 那絕船游覽船是巫形船 在以前的日本都是貴族 當作娛樂活動來乘坐 在現代可以坐又別有一番風味 可以體驗一下以前貴族的感覺 那游覽船一趟大約55分鐘 沿路可以看到松江城的石環還有松江城 很特別是這整趟有16座小橋橫於水道上 每一座小橋的高低還有造型都不同 非常非常的有特色 那有一些小橋甚至比遊覽船的船棚還要更低 那個時候船長會啟動船棚的機動裝置 船棚居然可以調整高低真的超酷的 那經過矮橋的時候呢 乘客必須跟著船棚一起把頭低下來 那另外船長邊架船的時候 也會邊介紹水道邊的相關景點 也提及一些關於松江絕川的歷史文化 邊聽船長的介紹邊享受 藍天、白雲、大自然、松江城還有水道的美景 真的是非常特別的體驗 那最後呢船長會唱民謠 很像置身於日劇之中 非常的有趣 那他也告訴我們 在當地的方言中 dandan是arigato,謝謝的意思 那下船後呢 船長還會跟大家說dandan 這整趟船的時間呢 過得很快 也過得非常的開心 非常推薦大家如果來的話 一定要體驗一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dandan dandan 這是船長的船船船 這個船是日本語以外的報告 中國語、韓國語、英語 台灣的客人 也有請客人 台灣的客人 有請客人 台灣的客人 請客人 旁邊的客人 離開島根縣 下一站我們來到的是廣島縣 我們來到的是和廣島車站 連在一起的Okosta 來體驗廣島燒的製作體驗 廣島燒和大阪燒不一樣 裡面是有加麵條的 我個人非常喜歡廣島燒 加上文當是廣島人 所以真的非常的期待 那這家店呢 也非常非常歡迎海外的觀光客來體驗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 你也可以來這裡體驗看看 那他們這裡有準備體驗用的圍裙 還有帽子 所以大家體驗之前呢 要換上他們的這個裝備喔 本日是新鮮的 你們兩人來體驗 謝謝 謝謝 這次我們一起去 烏島的烏島燒 製作 褲子是8割的 這兩人 先把褲子放在中間 在中間 放在中間 外側的生地 放在外面 再放在中間 很好的 好感 很高 超好 第一次是 是 今天 150g 使用了 下巴 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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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哥,醬汁 像是橘色的 一、二、一去 就好好玩 試放 grateful tutaj 所以用比較大大 реш 串的形状 接近麵你會加上 把麵 Jun第一蒸 一點弄 時間來 放在玉米子上 放到栽培板上 して 再來 謝謝 謝謝 我在裡面das啦 先放在中心中 中心到外面 嗯~~ 放在中心中 好,那我先來吃看我自己做的廣島燒 他們說廣島人吃廣島燒 一定要用這種小鏟子 直接鏟子直接吃 所以下次我來廣島的話 也記得可以這樣鏟 更有在地風的感覺 開動了 好好吃喔 我果然喜歡吃我家炒麵的 可能是因為自己做的 所以就覺得更好吃 所以我覺得它的服務人員很專業又很親切 如果大家有來廣島的話呢 歡迎都來體驗一下 非常推薦大家來這個點 最後一站我們來到山口縣 體驗穿和服在長浦庭園散步 長浦庭園是山口縣的下關市 首座回遊市的日本庭園 於西元1993年開園跟我一樣大 那腹地有約1萬坪 有書院、茶屋、涼亭 一年四季都有各種不同的風貌喔 其實我之前來過長浦庭園 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這裡 他們這裡的日本庭園超漂亮 好那這裡呢 是我這次可以選的和服 衣服和帽子組合 我喜歡的 好他現在給我試P一下紫色 那紫色的話呢 差不多是這種感覺 然後這個紫色是搭配紅色的腰帶 那現在看的呢 是紅金色 這一款蠻特別的 之前還沒有穿過這種感覺 他這個和服穿起來超舒服的 然後這一款呢 是藍色的 可是因為前幾天已經穿過藍色 想說這一次就不要穿藍色好了 哇 大家看他的竹袋超可愛的 上面還有小花 添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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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滿水 你們又問起薄 五 accustomed 我們拿 gaining 一步 即人 我們把我很 PhD 大家看這非常日本庭院的感覺 他們是有非常多日本人也會在這裡拍婚紗照喔 這裡有一個小瀑布 那這個小瀑布其實是池水 那這裡的水層是一直循環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樹葉其實是楓葉 在秋天的話景色會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因為這個庭院真的非常的大 那可能最近影片呢 沒有辦法帶大家到每個點都這樣這麼細的看 就等大家直接來山口的時候自己來逛一下 大家可以穿河服 邊體驗一下以前的人的生活 那因為這個庭院真的很大的關係呢 大家逛累了就可以進來茶室休息一下 這個穿河服在裡面拍照已經超級可愛 其實來日本已經穿過非常多色的河服 但是幾乎沒有機會可以穿河服 來到像這樣子的日本庭院逛啊跟拍照 一般會在這種日本庭院穿河服的話 應該就是拍婚紗的時候 所以真的就是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體驗 那大家如果來到山口線的長浦庭院的話呢 都歡迎可以來這裡體驗看看他們穿河服 然後逛日本庭院的氛圍 一定可以拍出很多大家喜歡的照片 先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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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不是很期待 謝謝 謝謝 之間 謝謝 美 寒い風が街を 毎日駆け巡るの 窓の隙間から 感じる冬 布団の中が 何よりも暖かくて お腹が空いてる 猫みたいに 叩こねる 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 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 お祭り 気分で行けばいい 今この時が大切だから